这只流氓狗一看到漂亮小姐姐 就立马跳到人家腿上占便宜 可是当小姐姐想摸它一下时 却被恶狠狠地咬了一口 哪怕上一秒还在开开心心地吃着零食 但只要你敢伸手 它就有可能随时翻脸 因为狗狗敏感易怒的性格 女主人每天都得提醒客人不要摸它 可是这么长时间以来 狗子早就凭借可爱的外表 成为了理发店的吉祥物 每次只要有漂亮姐姐到店 它就会冲上去热情欢迎 摆出一副求报的姿态 然而真正趴到客人腿上后 又变得一场冷淡暴躁 摸不让摸 碰不让碰 只要看到有手靠近 就会张嘴撕咬 连主人都逃不过它的霸道准则 为了纠正狗狗咬人的毛病 两位主人也送它去过训练所 然而课程结束的第二天 情况不仅没有好转 还发生了一件让它们更加后怕的事情 这条狗毫无预兆地咬了家里孩子 女主人当时吓得心脏都快跳出来了 好不容易缓过神后 立刻去查看伤势 幸好孩子只是微微破皮 没有留下什么疤痕 从那以后 他就再也不敢把狗狗 跟孩子留在同一个空间了 所以干脆把东西搬到理发店 让狗子白天跟他们一起上班 可是换到新环境以后 这条狗的脾气依旧没有收敛 每天咬顾客 咬主人 甚至看见别人带到店里玩的小狗 都要冲上去打一架 眼见情况越来越糟 女主人不得不向节目组发出求助 希望训犬师能找出这条狗咬人的真正原因 为了进一步了解狗狗的暴躁点 节目组先是派嘉宾上门 做好全套防护 准备跟他来一波正面硬钢 嘉宾左手捏着零食 右手在后面偷偷靠近 差一点就能摸到狗石 他突然翻脸 一边狂吠一边养人 因为狗子体型不大 所以嘉宾用右手控制住他 左手强制性地在头上来回抚摸 然而没消停几秒 他就挣扎得更厉害了 当这条狗终于意识到 面前这个人 不会像以往那些客人一样怕他事 立刻抓紧机会跳下椅子 跑到窝里躲了起来 看到这一幕 训犬师心里大概有数了 他赶到理发店后 只问了一个问题 这条狗每天出门活动的时间有多长 男主人听完明显愣了一下 他说自己跟妻子都比较忙 只有上班的时间会带着他 而且这条狗每次出门都特别兴奋 他们害怕伤到别人 所以通常都是把狗放在包里背回家的 至于白天那十多个小时 狗子基本就是在店里来回转 听完男主人的回答 训犬师更加确信自己的猜测 他说这条狗之所以那么暴躁 大概率是因为运动量不足 因为梗犬本身的性格就活泼好动 精力旺盛 所以每天需要大量的玩耍和奔跑时间 对比现在的情况来看 两位主人的养狗方式完全错了 至于咬人的毛病 是由于散步时间过短带来的附属问题 这条狗每天被困在店里 根本没有时间去进行社交 他现在不知道该如何跟同类相处 也不知道该如何跟人类相处 夹在中间 变成了一种非常尴尬的状态 所以要想从根源上改变 更多的是需要两位主人配合 训犬师给狗狗拴上绳子 牵着他出了理发店门 刚走到街上 他就呈现出一种极其亢奋的状态 看到迎面过来的真导犬后 更是一个劲地猛冲想要扑上去 但他冲得越猛 训犬师拽得就越狠 狗子在原地不停挣扎 嘴里还发出尖锐的惨叫 第一次看到训犬过程 男女主人全都懵了 就连坐在对面围观的真导犬 都迅速起身退了 等到狗子稍稍冷静一些后 训犬师牵着他继续散步 他告诉两位主人 当狗试图拖着你向前走时 一定要迅速把他拽回身边 因为是人遛狗 不是狗遛人 如果他想跟别的狗打架 就要像刚才一样勒紧项圈 这是在教育他社交里 也是对其他宠物负责 本以为深刻教育过后 这条狗会学乖一点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 就在异形人停下休息时 他突然扭过头 狠狠地咬住了训犬师的左脚 然而 这点小动作 在训犬师眼里 根本不是问题 只要他敢咬人 那么就要付出相对应的代价 又一次强力压制后 这条狗是真的慌了 他一半生气 一半害怕 整个身体抖得像筛子一样 当训犬师牵着他 继续向前时 这条狗再也不敢有 任何多余反应了 做完散步训练之后 就要解决 他在理发店咬人的问题了 训犬师说 综合这条狗先前的表现来看 他咬人的动机很好理解 无非就是因为 受到了很多顾客的吹捧 夸他好看 夸他可爱 夸得他有些飘飘然 不知道排行老几了 所以最简单的处理方法就是 主人强硬一些 让狗认清楚这是谁的地盘 当他又一次扑到女主人身上 寻求安慰的时候 训犬师让主人把他轻推出去 结果狗狗一瞬间变了副模样 开始冲着女主人狂吠 这时他就要步步紧逼 狗去到哪 他就逼到哪 直到狗子不敢再跟人类正面对质 而是掉头逃跑时 目的就达到了 接下来训犬师告诉两位主人 从今天开始 这条狗在除了窝里的其他任何地方 都不可以吃零食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他知道 想要得到奖励 就在窝里乖乖等着 不可以主动扑到客人身上 因为那是非常没有礼貌的行为 几组训练过后 当工作人员假装成顾客进来时 狗狗立马跑回窝里等待奖励 直到主人示意他可以出来 才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条狗的问题大部分都出在主人身上 既不了解狗狗的性格特点 也没有进行更多的管教 感觉把狗送去训练中心 就像给孩子找了个托儿所一样 寄希望于自己什么都不用付出 狗就能自动变乖 这种想法显然是不现实 也不靠谱的 哪怕训犬师的课程起了初步成效 后续也得主人配合 才能让狗真正地做出改变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